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强调 中方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 要实现两制的存続和繁荣 就必须确保一国的安全和完整 崔天海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专访时候说 对中国来说 国家主权、统一和领土完整 是核心价值和核心利益 如果一国主权受到挑战 两制包括内地和香港的制度 都会受到严重威胁 回应新疆问题 崔天海形容当地的教育培训中心 有于校园而不是勞改型 只部分外国传媒有关新疆的报道不可信 至于中美关系 崔天海说延迟示强或者手段强硬 都不是有效和正确的外交方式